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召开发布会 宣布辞去首相一职 他表示今年6月份通过定期体检发现 救急溃疡性大肠炎有复发症状 通过8月上旬确认该疾病复发 为了避免个人健康状况影响执政 他决定辞去首相职务 今天早些时候 安倍已经在自民党高层临时会议上表明辞职异象 自民党将紧急推选新总裁 安倍还表示将不设临职代理 在新总裁选出来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一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度出任日本首相 在他第一个任期他就因身体原因辞职 本月早些时候安倍曾两次前往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安倍1954年出生于山口县 2006年9月底出任日本首相 2007年9月因支持率大降及肠道疾病引发的健康问题 安倍宣布辞职 2012年9月 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 并带领自民党赢得当年12月的国会众议院选举 他也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 今年8月24号他的第二次首相任期达到2799天 超过前首相佐藤荣座保持的2798天的任期 成为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如果计入他首次执政时间 安倍去年11月就已成为累计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安倍的第三个自民党总裁任期定于明年9月结束 本月17号和24号 安倍曾连续两次到医院检查身体 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任期